除了地震之外 这几天天气也是非常的寒冷 在山区部分周下起了雨来 尤其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是苗栗县南庄厢 东河村要通往向天湖的联络道路上 在8号的凌晨有不少的落石掉落到道路上来 尤其是在记者现在身旁的这一颗大石头 就跟我的身高160公分高 差不多大约是有三顿重的这个重量 那么目前现场大型机具也进驻正在场修当中 苗栗县南庄厢上天湖联络道路 是当地族人出入的重要道路 也是不少游客前往上天湖景点必经的一条路 8号一早在大约0.3K和4K处出现落石情形 让每天都要走这条路的当地居民 经过这个路段时十分提心吊胆 有游客从台中特地前来向天湖旅游 看到大型落石挡在路中间 让他也不免有些担心 南庄厢公所已派开口合约厂商将大石清到一旁 道路目前全线畅通 不过地震过后山区土石松动容易发生落石摊坊 提醒民众非必要尽量避免行驶山区道路 原始新闻喜故乌溜鸟里南庄采访报道